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加联的地盘的方位是处于昼还是叶 两个时辰 他们如果昼贵加在哪呢 有虚害子丑淫 那这是叶方 而叶贵呢 加在昼方 那就可以了 昼叶不谋有之分吗 那好了 我们看这个具体的例子 那就可以明白这个什么叫昼贵林业地 夜贵林业昼方 这是夹子日 六十花甲 随便哪一天都有可能 每一天都有这种现象 都有可能遇到这种贵云差别 参差不齐 那怎么来看 我们看这个 夹子日 甲乌更牛羊 而昼贵是这个丑 那夜贵呢 甲乌更牛羊 它正好是相对的 夜贵是位 那我们再看这个昼月之分在哪呢 昼月之分也很简单 某有之分吗 我们画一条线 把他们分开 这一边啊 上面这一部分 某称色围很有虚 啊 闪 这不就是日地吗 然后这边是夜地吗 日夜吗 这丑贵加在柚上 太阳已经下山了 它是属于啊 夜地 这个丑贵加在夜地 丑 假如更牛 牛为日贵 它是昼贵吗 加在夜地了 那羊呢 羊是夜贵啊 羊加在哪呢 某 某是 太阳出来了 它属于昼方 啊 这昼夜之分就是某有之分吗 就等于说 两个 昼夜 阴阳互相叠交相加在一起 那 从这个日夜贵上来看 定位 那这个 白天的贵人家的晚上 晚夜间的贵人家的白天 这个事情啊 就 阴阳不正 阴阳不正 不就是差跌吗 差了 出差了 差跌 互相交加 那这事情啊 参差不齐 或长或短 或长或短 很多事情 它不能统一 不能归一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求这个昼贵或者夜贵 无论是昼贵还是夜贵 啊 求贵干事情 那会出现什么相关呢 啊 这个贵人 他的异心呢 昼贵在夜贵 夜贵他自己不在自己的本来的那个昼夜所在的方位 他有异心 他不会帮助你 他不帮你 是参差这事情有出入了 那就啊 参差不齐 或高或矮 或出来或进去 不能统一 那好了 我们知道这种昼贵加夜贵 夜贵加昼方啊 这个求贵 求势啊 不能尽你自己的心啊 不能称心如意 那这这个刻又有个臭巧 那这个臭巧在什么呢 这贵人这么丑位吗 贵人临在某友之上啊 如果单论一个贵人也可以这样看啊 这叫什么 贵人叫贵立私门 某友不是门户吗 某友不是门户吗 那贵人在门户之中之中吗 某这不有吗 丑家某 丑家有 魏家某吗 这是昼夜两个贵人吗 那贵人立在门户之中这叫贵立私门啊 私门 啊 不是公开的 他在这个某友门户之间去做事情 那贵立私门这贵人不就有这个啊 这贵就不是有这个私事了吗 那好了 你求归干事情 你要偷偷摸摸的那种啊 私谋啊 怕别人知道啊 悄悄干的这种事情反而有利 反而有利 那这种思维就要辨证的思维了 变化思维嘛 啊 临在某友之中 你要干这种私事啊 注意了 私事有利 然后这个刹叠呢 就是昼贵和夜贵说 家邻的方位 正好昼夜相反 这叫刹叠 那四庆参差有出入 不能称心如意 两边都脱掉了 那呃 避法啊 本来他的举的例子是啊 一个扁单两头尖尖跳着水 这会全脱掉了 全脱掉了这事情没成吗 啊 这这个扁扁的尖尖啊 尖扁的两头脱 这种事情很多 那好了 我们就知道啊 昼夜所临的位置啊 不一样 差跌 那主事情趁次就行了 再一个这个 贵人是不是在门户之中 私门私户 某友把门户 那就行了 嗯 这个 避法第四十六 有两个氧化的格局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种那个氧化格局 贵人顺制逆制格 或者顺制或者逆制 那什么叫贵人顺制逆制格呢 啊 它是一种特殊的 盘局格式 就是说 这个 这一天 月降啊 夹在战时之上 不管是夹子丑 有某次思误问 神有虚伙 这十二个时辰 啊 月降 不论夹在哪个时辰之上 这个贵人腾舌珠乞柳柳和 它都是顺时针 啊 不列下来的 在天盘上 加在什么时间啊 不管是白天晚上 这个月降往上一夹 得到的贵人 所处的方位 不管是日贵夜贵 它都是顺转 排列 十二天 降 这叫啊 顺制格 那反过来就是贵人逆制呢 就是 无论月降加在哪个时辰 得到的昼柜和夜柜 它都是逆行 排列 贵人腾舌珠柳柳柳和 这样逆行排列的 那就是逆制格 这一天之内啊 无论哪个时间 那出现这种情况呢 只有啊 什么两个月降 四为月降和 亥为月降的时间 四为月降的时间 甲乌庚有日 有 亥为月降的也是甲乌庚日 有这种情况 那四为月降是顺行 无论加在哪 四为月降 无论贵人加在哪 甲乌庚 它肯定是贵人腾舌珠柳柳和 是顺行 不列十二天降 那亥为月降 甲乌庚日 无论是甲什么日 或者乌什么日 庚什么日 庚神啊庚子之类 只要是亥为月降 往这个十二神上 十二 十神上 加上去 无论是昼夜 它 都是逆转 那这种两种就特殊情况 顺制和逆制 贵人顺制和贵人逆制 只有这个四为月降和亥为月降 然后甲乌庚 这三天 有这种情况 甲乌庚这三天 十二个时辰 四为月降就全顺 亥为月降就全逆 贵人就行走的方向 就是逆的 好了 这个很清楚了 那贵人顺制 贵人逆制 那顺制 主什么 顺 贵人称车 主修理和孙生人走 那这事情结束 你求贵人去 它是顺行的 没有阻拦 没有阻拦 那你就 往前走呗 往前 催它 都说它 往前进 干你的事情 这贵人会帮助 那逆呢 那完了 你求贵人办事情 他逆行 不想干这件事 逆呢 逆制格 不想干这件事情 顺制 想干这件事 逆行 完了 求贵办事 人家 心里不愿意 不想答应你这件事 你自己就要逆嘛 只能是退步了 别往前进了 往前进 肯定是受什么 受挫败 人家不干 逆制嘛 贵人不干 那好了 只有这个亥卫越将 假如跟人有这种情况 十二生争论 它全是逆转 才能符合这种 顺制或逆制 那这里面 那贵人 不管是顺和逆 他都计计会 他那个空亡 假如跟人 贵人所在的那个字 如果是空亡 他计会 不管是顺和逆 他空亡了 这贵人空亡 不起作用 顺制 虽然他帮你 那一空亡 帮不上忙了 那逆制本来就不帮 你在一空亡 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空亡是贵人 不起作用 他根本就不办事 的现象 那好了 这是忌讳 忌讳空亡 然后贵人 我们知道贵人 还忌讳在他所立的方位 贵人忌讳在哪个方位呢 忌讳哪 忌讳在坐在这个两个位置上 我画出来 贵人忌讳在尘虚指 这个这两个位置 地盘 注意这是地盘的尘虚 这两个位置 尘天牢 虚地网 地网 一个天牢 一个地网 这不是好好地 那这个情况 下一讲咱们再说 往下一讲再说 那这讲先不提 反正提一下 就是贵人忌讳在两个位置 尘虚 他会发怒的 发怒 怒撑 发怒了 好了 一个是空亡 一个是忌讳这个尘虚之地 那就行了 然后还有两个概念 就是 咱们这个贵人差跌的概念 就是日贵在夜方 日贵在夜方 日贵 很明亮 太阳在天上 日贵 万事万物都能看见 你在夜地 完了 眼睛一张开 日贵本来是能看见 眼睛一张开 黑暗的 日贵加在夜地 你张开眼睛是一片黑暗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睁开眼睛 一片黑暗 为什么 贵人 日贵 加在夜地 他入在黑暗的地方了 如果夜贵呢 本来是黑暗 地方那个贵人 他 加临在 日地呢 午时 晨时 卫时之类的 这不自暗投明吗 那你 判断事情的话 就是 是开眼睛 就一片黑呢 还是自暗投明吗 自然就可以这样推断了吗 这是 明暗的作用 明暗就日夜的作用吧 那我们可以以理类推 不仅是贵人 其他也可以像类推 那我们这里头主要应用的日贵夜贵所处的明暗方位 那好了 再往下 那就是这个顺制和逆制格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 顺逆 必然有前后吗 他行走的方位必然有前后吗 那这关于这个前后 顺制格啊 他是这样 顺时针走的 顺时针走的 那个假日 假日 假在这 打个比喻 假日 他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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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这个 他都是 在你的前面吗 然后他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在后面这个位置吗 这个顺时针 这不是后面了吗 这边 这边啊 假是在这呢 这一个大的 那好了 这是有前后的东西 那好了 如果这个啊 这贵人在这呢 这是 如果你的日干 可以在贵人前 可以在后 那前后怎么分 要用这个啊 顺时针方位来分前后 那 我换个颜色 换红色 如果日干在这 在这 我涂了特别红 这贵人在这 这贵人就在日干的后面吗 不是 对吧 这叫贵在干后了吗 那你要催促这个贵人 赶紧去做 因为你已经走在前面了 在贵人的前面 如果呢 我这 这是画一个红的 日干在这 那贵人在这 那贵人在你日干的前面了吗 他已经超过你了吗 他已经这样往前走 他已经超过你了吗 你就不要 催促 不要去催促这个贵人 他已经往前走了 很扒了 你再一催促呢 感觉催急了 不干了 对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顺逆之行 顺逆之行 日干 前日之干后 是跟这个顺势人有关 那反而言之 逆之格里头 对人家逆行的时候 这也分前后 那正好跟刚才这个顺逆的前后 位置不一样了 他是这样子算的 那所以在天天盘地盘啊 这个位置相对的关系上 注意了 就顺逆之分 所谓的前后 正好是跟他这个顺逆有关系 所谓的前后 嗯 那日干在这呢 那这个位置就是前了吗 这个位置就后了吗 要如果逆行的话吗 但是这样一前一后了吗 这样逆行的吗 注意了 前后之分 要跟这个顺逆来定 那行了啊 那这就不多说了 啊 这就是所谓的贵人在干前 那事情你就不要吹出他 你是干这个位置定位 然后看着贵人是在你干前还是干后 干前 你就不要吹 啊 在干后呢 啊 就吹一吹 啊 啊 你就吹一吹他 你说快点了 我已经在前面了 啊 你不吹他 那这事就不办了 那那越拖越懒 越拖越远 你就越走越远越远 对吧 这事就不跟你办了吗 啊 那分这个前后 一定要根据顺逆来分 那就行了 那好了 那这一讲啊 贵人差别是参差 那也就这些内容 啊 那必法这几句 都是跟贵人有关 我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是什么 那第47 贵谁在欲 一灵干 啊 这些啊 1234已经讲了好几句了 都是跟贵人有关系 翻来覆去 其实就是在理论的贵人 所处的方位 他的吉凶 他定位的啊 是顺 是逆 有利 无利 对你的影响 那好了 这个话是 说什么 就说刚才我提到过的 贵人家的程序上了 贵人家的程序是什么呀 啊 就贵 随在欲嘛 程序 是什么 入狱吗 以前讲过吗 反来覆虚的讲嘛 监狱吗 他啥 那贵人在程序上不是贵 入狱了吗 啊 那贵人入狱 怎么办啊 这贵人在这两个位置 入狱了怎么办 不好吗 不是 一个天牢 一个地牢吗 啊 不好啊 陈是天牢 贵人坐牢去 须是地狱 贵人入狱 天影入狱 都可以这样理论 那好了 我们知道 陈须是天牢地狱 那贵人家在这上面 是啊 入狱 不好 求贵 肯定是 不成了 那当官都被关起来了 怎么成啊 肯定有阻碍了 不成 他自己都有烦恼的 他怎么去帮你啊 对吧 那 那在这个现象上 我们为什么要说 逸灵干呢 啊 为什么要 又又又 又又 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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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讲的 在 有几个 日干 以 心 这两个日干 甲克 吟习 以克 成 以不是成吗 心虚 任害是其真吗 是虚吗 这不是一个天牢 一个地狱吗 以心这两天 那贵人入狱 不就是贵人家在 啊 他的脑袋上 或者他的脑上 不是日干的脑袋上了吗 那这两天 如果贵人入狱 就是贵人家 陈徐 也就等于贵人家 在义或心上 那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要把它 看成贵人入狱 我们可以理解为贵人 来 见你 见谁呀 陈就是你啊 徐就是你啊 陈不就是义吗 虚就有心呢 贵人在这个两个位置上 不就是他来接你了吗 不能把你自己本身看为啊 天牢和地狱吗 这等于说是贵人主动找你上门了 来承权你这件事的 啊 那其他的什么假呀 啊 以不能说了是这个啊 假呀 丙丁什么什么 其他的八个日干啊 就其他有八个 还有八个日干的 那日干有十个吗 假以病能够更新 去了这个义和心 其他这个贵人家 在陈徐上 我们可以 才能真正的理解为 什么贵人入狱 那这么贵人 贵随在狱嘛 就贵人入狱 入这个陈徐这个 牢狱之中 天牢地狱之中 那贵人入狱呢 那个官就 犯事了吗 啊 犯事了 官贵 愤怒了 入狱他就是愤怒 也可以理解为 官贵愤怒了 啊 这事就不能 干贵去了 麻烦的 啊 那好了 同样的啊 同样的 我们可以换种思维了 同样的 什么叫换种思维呢 如果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本身犯事了 犯啥事了 不知道什么事 被作起来了 反正是犯事了 蹲在大牢里呢 那这不陈虚 这个不就 无论是什么天干 把这天干都划去 无论是什么天干 天干 咱们不管 不用管 不管是家业比牛 一个人人鬼 啊 这十天干 不是八天干了 你在这个 陈虚之里头呢 你换种思维 那个贵人又入狱了 你不是陈和虚吗 你不是天牢 啊 地狱吗 你自己本身 已经在牢里坐的呢 那这时候贵人入狱了 是不是啊 求贵人 那贵人自有烦恼了 有阻碍了 那贵人犯事了 不是了吗 如果这个状态情况下啊 这种时空状态的情况下 你陈虚就是你本位 你这个人就关在大牢里呢 你沾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陈虚 这个犯人 已经在那个陈虚里呢 贵人入狱是啊 有贵人 上这个 进这个 进这个陈虚之中来什么 来看你来了吗 那他来解救你来了 你可以在牢中 见贵人了 对吧 陈虚不是牢吗 你在里坐牢呢 那你就贵人如狱 就有贵人到这个狱中 来 会见你 见贵了 狱中见贵了 那就是你朝见贵人了 啊 这里话的太乱了 那这种思维 大家明白吗 可以理解了吧 注意了啊 也就是陈虚这两个啊 位置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你说陈虚这两个位置 然后上面见两个贵人啊 贵人 哲哲 叫贵谁 在狱 一灵干是离你自己本身 好了 那换一种 你自己在坐牢 不也是 等于说一灵干吗 同样的道理啊 以新日 是啊 一灵干 那其他的日真 不是日灵干 但其他的状态中 如果这个人 在牢狱之中 不也是一灵干吗 所以这种思维要 一定要转变 变证去思维他 那就行了 那他反而急了 好了 那贵 随在狱 一灵干 也就是这样一个思维 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好了 那这个 贵谁在狱 一灵干 咱们就不多说了 就明白 所谓的贵谁在狱 也就是贵人 加在陈虚上 贵人 所出的位置不好 那 是你 逍遥自在的时候 你去干贵人 求贵人 当官的办事的时候 是这样不好 如果你是个犯人 那就 狱中见贵了 等等等等 可以这样转化 不定是什么事呢 那我们启客 原因错综复杂 一定要根据这种 定位 来分别去思考 那好了 往下看呢 第48句 第48是什么呢 鬼成天蚁 乃神指 这句话呀 鬼成天蚁 还是跟贵人有关吗 天蚁就是贵人 天蚁贵人 天蚁就是贵人 鬼成天蚁呢 鬼成贵人呢 那神指就是神灵了 我们看这个例子 六心日 无论是心什么日 这里有个五 架在这个盖上 五火是什么呀 火去克金呢 它是什么 鬼 那它是不是个鬼呀 犯事情了 无论是什么事 是疾病啊 是莫名其妙的啊 怪事啊什么 那是不是鬼呢 这一刻就不是了 因为啥 这有个贵人呢 这贵人在这个鬼上呢 这个鬼和贵人 结合在一块了 鬼和贵人结合一块 是什么呀 这五火和贵人结合 什么鬼成天蚁嘛 天蚁不是贵人 那他啊 就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了 贵 那就不是妖魔鬼怪 贵就是贵人 你不能说妖魔鬼怪来看了 如果有疾病呢 那就是可能犯了什么呢 啊 有神灵之类的啊 你犯着那个事 他才害你呢 啊 如果这个 他不在这个日盖上啊 在家宅上呢 也是鬼 和贵人在这 这个位置啊 打个比喻 我涂掉 但是这个位置是 观鬼窑 和贵人在这个家宅上吗 知上吗 是家宅吗 那就是说明 你家宅里面的神堂 神像啊 有问题了 嗯 你可能摆的不正啊 不恭敬啊 导致身体有问题啊 啊 有些事情啊 那你就要去 啊 修建修建 啊 设一下功德 安慰一下这种啊 宅神 他免了这些 暖七八糟的事吗 啊 那所谓的 鬼成天移 也就这个意思了 就是贵人和鬼 光鬼 碰到一块 啊 贵人 啊 他在 成的十二神 是什么 是 啊 这就是个鬼 相对于是干 这贵人和鬼 那他是神灵啊 就不是这个鬼了 也就这个概念 那具体的作用 就看是 对你人 还是对宅 啊 人就是神 宅就是什么牌位了 佛像了啊 等等那些东西了吧 这叫鬼成天移 乃神指啊 这是古时候 所定位的一种类像 啊 神唐 佛像啊 等等等等 去考虑一下就行了 那好了 在这个鬼成天移啊 里面啊 有几种变化 我们再看一下 啊 那三种情况 空王 做贵人 贵人做木 贵人脱气 那这三种都是啊 神灵 我们知道了 鬼成天移 乃神指 他是神灵 做怪 逢到这三种啊 还要严重 事态还要严重 啊 为什么 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 空王贵人脱 我们刚才知道啊 这个鬼来克你 然后贵人啊 他是神灵 那这个贵人 或这个鬼是空王的啊 在寻空里头 或什么的 空王 空王 代表他什么什么概念 他不做事吗 他不做事吗 那你不要理解为 这个时候 他要克你的话 你理解为 他不克你了 啊 不要这样理解了 这个神灵啊 他是 神空啊 无物的 他不是空王 没准还好呢 他空王 空冲智化啊 我们在六人里头 不要看着空王 就理解为他 什么 不好 你不要这样去想 一定要综合的辩证思维 我们这神 鬼成贵人神 神指 他是空王 他是空中之化 他是个贤神 他正游手好闲 没事干呢 这回 他得到事了 干嘛来 克你来了 啊 那这个时候 就不好了 他是贤贵人 做鬼 来克人 他正悠闲着呢 闲着没事呢 这是我们更得忌讳的 所以这个空王 你不能说急 说凶是好是坏 一定要根据你的事态 来分析 到底是空王 起什么作用 啊 我所谓的 就空中置化 怎么来置化 有可能是好 有可能是不好 有可能我们需要他 有可能我们不需要他 那这个时候神灵 我们就不要 不需要这个空王了 他本来就是个空神嘛 空神灵就是空中 那就不需要他 那有了他了 我就麻烦大了 他来克你 这不是凡吗 是神灵 那凡吗 如果你有官司啊 兴这个词送了 更加严重了 他像闲着嘛 他就跟你兴词兴送了 所以这个鬼嘛 就是观鬼嘛 有官司了嘛 那正好兴送的话 有贵人嘛 就见贵去吧 见官去吧 这正闲着嘛 你就好好好去打官司去吧 这这事他不可能放下去了 对不对 应该这样想了就 那法官正愁这几天 没活干呢 他的效益不好呢 对吧 你说这鬼官 都修了你的吗 年底了 那正愁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效益不好呢 抓的人少呢 那多抓几个吧 兴送了 说你兴送这件事就完蛋了吗 空轨就完蛋了吗 空轨空贵 一定要结合着来看啊 一定结合来 好了 这种思维 大家一定要理解 看下面这个 空王做贵人 贵人做木 做木 贵人做木 其实 也不过在前面 以前学过的一个 线线上 多加一条 哪个呢 看日干 日干这个 无论是哪一天啊 咱们再举这个例子 是丑 上面 丑不是金的坟墓 似有丑为金菊 它是金的坟墓 日干不是耕金 这不是日木 所谓的日木临干了 日木临干 人昏沉 迷迷糊糊 这叫什么 日木加干 坟墓架在人的脑袋上 人就晦气了 日木 这等于说日木临干 家临的位置 临啥 临干嘛 这不是日木临的干上了吗 这符合这一条了 然后就贵人做木 没错 这个上面是个贵人 贵人做这个坟墓 加在啥呀 日干上 本来就是日木临干了 这个日木临干嘛 不就是主婚臣 什么什么不好吗 或者是遗忘了 或者丢东西 是你自己遗忘了 或者你人迷迷糊糊了 或者你运气差了 弄的这下 占了占疾病 那就麻烦大了 死亡啊 什么的 那贵人做做木 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 鬼做木也更加严重 这贵人做木也严重 那他严重 那他严重的位置就跟什么 藤蛇 属于 呃 金蚁的 秦汉蚁的不一样了 或者是白虎 雪光的做木 杀伤你不一样了 他是什么呀 贵人做木 他是什么 是一种 啊 神指 神灵 降 降灾祸的现象 麻烦你的现象 是 掌管你的 呃 统治你的 啊 做坟墓 来迷惑你的现象 那我们要根据这个啊 贵人 来分析 如果要是什么什么 啊 太阴呢 那么这是个女人 啊 侵害你的现象吗 那我们这样来分析就行了 那好了 呃 这个就 做木肯定是不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贵人脱气格 无所谓了啊 贵人做木 你也不要他作为好的现象看就行了 那贵人脱气格呢 是 这样子 啊 还是这样子 也是贵人 临在你的日盖上 刚才不是坟墓吗 那完了 是 迷惑你 那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任干 建这个某木啊 也以为是贵人灵干啊 有贵人帮助我上门的 也不能这样理解了 那 水去生木 这个贵人啊 某木是这个水的什么呀 是子孙瑶 不是泄你的气 拖你的气吗 他不是拖到你吗 需要你去消耗吗 这个 日盖这个水啊 去生某木 行吗 那这个贵人也不是个什么好好东西 就跟前面这个做坟墓 他不是个好东西一样 拖起 你肯定是被那个当官的啊 送礼了 送送一份礼不够 再送一份吧 不够 再请请吃大馆子去 再喝点明酒去 总而言之 他要消耗你 托弃嘛 消耗你 如果没有这种人间啊 实实在在的事 也会有什么 贵吗 他会也有神灵方面的 出现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不知道啊 我在有可能跟四克三船里 在逐渐分析 或者天上神上分析 那不论是什么神灵 他干的事也不是个好事 他干嘛呀 他消耗你 弄一些事情 折磨你 这叫贵人脱气格 你日干去生他 就是消耗 那好了 我们就不用管了 看这三个 他们的意思 不外乎是逢到这个啊 天与贵人吗 不外乎是 逢到贵人 并不一定是全是好事情 就是这件事 举几个例子 为什么逢到贵人不好的事 一个是贵人消耗你 一个是贵人做木 他加你脑子上 他随便是贵人 他也不好 这个空王 他闲着呢 闲着呢 他修理你来 他也不好 外乎是这样分析吗 那六人客 妙子妙子在这啊 他这个一种特别形象的 活灵活现的这种 格局 盘局来思维这种啊 四颗三传的盘局 来斩断这事情吗 不是乱来的 但一定要 这种思维一样思路清晰吗 那空王啊 他闲着 他在修理你来了 正好找点事做 做坟墓 那什么也不说了 正好就是 啊 让你很昏暗 很晦气 很走走走字 走 很不走字 啊 点倍 那贵人脱气 没没 没啥说了 肯定是要消耗你了 他就上来 他当官了 他就让你请他吃饭 对吧 那好了 那这 这个 这个 鬼成天 以乃神旨 啊 也就是 来说 这贵人 啊 为什么不好 有几种不好的 啊 状态 啊 好了 那这个 必法 第四十八啊 四十七 四十六 咱们这个几个贵人 相关的啊 都讲的差不多了 下面 必法 这个四九五十 还有两条 关于这个天仪 啊 贵人的啊 我们 再弄完这两条啊 这个 必法之中 关于贵人的 就说的差不多了 嗯 那这一讲呢 咱们就 不讲的下面两条了 到此结束吧 啊 时间差不多 到此结束吧